臺灣駐巴西聖保羅的一名王姓組長 在三月份墜樓輕生 他的遺孀撰寫了公開信 質疑這背後並不單純 還強調王組長在生前 有錄音名制交給了外交部 綠色外交部回應表示 如果有需要的話 會派員前往巴西調查 而拉美斯也證實了 確實是有收到錄音檔 已經交由政風單位來處理 曾經派駐到西班牙 去年派駐到巴西聖保羅 辦事處的王姓組長 三月在巴西住所墜樓輕生 一樁撰寫公開信 給外交部長吳釗燮 要為丈夫申冤 除了質疑牽扯到四十萬美元的 高額官邸修繕費用的 合銷以及遭同事栽贓 貪污的職場霸凌 還指出他生前 呈錄音名字交給外交部拉美斯 絕對沒有當場指控 他貪污的這件事情 重點的話 基本上是說有一些 這個個人關卡沒辦法過 然後他有強調說 沒有拿公家英帽錢 外交部官員六號到立院被巡 拉美斯證實確實有錄音檔 已經交給政風人員處理 立委關心全案是否牽扯到官底 修繕費用的合銷 官底的修繕跟他到來報到的時間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這件案子跟他完全沒有關係 他沒有接觸到這個經費 會要由他合銷嗎 沒有 不會要他合銷 不可能 立委認為辦事處的公正性已經遭到質疑 是否派政風人員前往調查 各種可行性的方案我們都會做 這個事情我們一定秉公處理 需要的話我們一定會去 田中公表示外交部會秉公處理 需要的話一定會派政風人員過去調查 對於發生這起憾事感到難過 也對家屬表達哀悼之意 記得陳嘉欣 謝正寧 台北報導